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 自2023年5月15号起 实施全面恢复口岸快捷通关等 四项调整优化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 为此 厦门边检总站周密部署 两岸小三通客业码头口岸 恢复启用快捷通道通关 让出入境通关体验更优化 两岸人员往来更顺畅 当天 中兴社记者在厦门五通客业码头观察到 获悉快捷通道启用后 往来乘坐小三通客运船舶的台胞 纷纷前往口岸办理快捷查验信息采集 多名通过快捷通道顺利通关的台胞旅客 伸出了大拇指点赞 今天我第一次来 我感觉比人工的快嘛 应该快很多 其实蛮多金门人都是来往厦门 所以其实都蛮方便的 就是直接过去就好了 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人工 为保障口岸快捷通关顺利恢复 厦门边检总站高级边检站提前谋划 系统开展业务培训 加强通关设备测试维护 安排同心桥服务组人员 前置引导和咨询帮扶 提供闽南与香音服务 发布快捷通关指引视频片 帮助广大出入境旅客 熟悉普及快捷通关流程 多挫并举 提升旅客快捷通关体验 据悉在厦门武通客业码头口岸 出入境边防检查现场 共设置22条快捷通道 其中出境10条 入境12条 恢复后将大幅缩短 出入境旅客通关时间 有效缓解椅类仪管后 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压力